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AMD显卡的发布确实打击了老黄的嚣张气焰 很多同学更是希望 旗舰卡7900XDX能和4090扳手腕 不过但从定价看 7999的7900XDX应该只是和4080 16GB对抗 毕竟和4090公日价格就相差60% 况且这次AMD显卡发布会 SOMA也只是和自家的6000系对比 并没有公布N卡相关数据 不过AMD这边也很大方 近日游戏首席架构师阿佐瓦特鲁 其实RX7900XDX和RX7900XD 是用来和4080系列对标的 架构师还表示 目前7900XDX性能无法和4090抗衡 但打4080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反观40809千多的定价 7900XDX简直相得离不 怪不得老黄紧急下架 7000多的408012GB版本 如果真上了 岂不是被AMD按在地上摩擦 此外AMD还表示 FSR3.0技术将会覆盖上一代 6000系显卡 也就是玩家不用换7000系 也能体验FSR的加持 这一波我们要给苏玛点个赞 而隔壁N卡的DFSR3.0 还只针对40系 事项实在太难看 原本我们都预期 AMD7000系国防价格会涨 毕竟现在汇率极度不友好 再加上通货膨胀 但苏妈竟然控制了7000系的价格 上一代6900XD是7999元 这次7900XDX还是7999元 但性能却提升60% 作为对比 N卡这边每次涨价 老黄都来一句摩尔定律已死 现在什么都贵 不涨价没办法 但苏妈的做法瞬间打脸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等到12月份的闲哈解禁 看看7000系到底有多强 今天这视频就说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